我們來看看新一代的86 跟上一代有很多的不一樣的進化 包括在強度上 然後包括整個車子的調整 然後車身變得更低趴 更長一點 這都是帳面我們知道的 但是重點還是開起來感覺 它跟BRZ開的感覺像嗎 當然是一樣 怎麼會有不一樣 2.4 對啊 都是2.4 對啊 因為基本上這次調教兩個 我覺得應該會更接近 對啊 對啊 那你剛剛開手牌吧 自排 你開自排 為什麼要開手牌 對嘛 找自己麻煩 像我等一下就開自排 沒有啦 說實在的 因為其實開手牌 因為就是人為在控制的 但是今天我們重點是來試乘 自排變速箱在車道上面的換檔反應 其實也很重要 那當然啦 我也想開手牌 但是我覺得工作還是重要 試車重要 就是來試一下自排 因為畢竟以實際上 市場銷售的數量來講 自排還是會比較多 先看外觀啦 先看外觀 設計畢竟跟 上一代的86 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雖然說它基礎的架構 或許因為 上一代86他們已經覺得也不錯了 所以說因為這次也有同業媒體 我開上一代86來 然後我也特別去坐進去 看了一下就覺得 裡面車式格局的設計 跟新款的很接近 那新款的稍微放大一點點 對那剩下的就是剛剛我們知道的 它的吹吹鋼性的鋼材 那些都有強化提升 這樣的話整個鋼性提升了之後 它就會在操控方面的穩定性 也相會就會組成了 它好像在後懸吊下面的調整 跟BRZ稍微不一樣 就是BRZ鋁合金 那它是用鐵 對 鐵質的 對 但是那只是材質的不同啦 但是你說那個真的要不同到哪邊 說實在我覺得一般消費者 真的開不出來 而且你如果說是熱血的消費者 不好意思喔 禁忌版本就換上去了 其實你那個什麼材質 不管你給我鋪鋼金還是鐵質 我錢都換我要的了 對 他們會直接把它改掉 所以說那個對於熱血的 這種86車主來講的話 其實不會是最主要的重點 還是它整體的分 對 經濟的買主而言的話 它會覺得說 對 經濟買主你買自排就好了 反正你也開不了那麼快 基本上你開帥不開快 對 而且鐵養護上面比較沒壓力 Eddie哥 可以分享一下 剛剛要自己跟它稍微相處一下 跟你的暴力壓 我們是靈活啦 就是我們在賽道上開 所以差一點 當然這是NLA引擎 比較線性 然後你比較好控 然後因為這個是水平對臥 然後它的調校跟出力 你覺得怎麼樣 245P吧 扭力到25 234P 234P 對 25.5公斤的扭力 所以在高枕的速度 這次維持的比較扭力高原 所以轉速拉高一點的時候 其實力量算飽滿 變動箱程式 自排寫的我覺得還不錯 不會快速的 入到下一個檔位去 所以可以hold得住 加速的這個高枕的出力 還有你在體驗的時候 因為你選自排嘛 那自排的話呢 你這個重點就會在就是 它的在賽道裡面換檔的時候 好 事實上你可以切換到 Sport模式 甚至Track模式 我覺得都不用擔心 因為這輛車真的很安全 因為它 200出頭P的動力 在賽道裡面其實是 你要讓它失控沒有那麼容易 嗯 那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自排便護箱 在Track模式 或是在Sport模式的時候 進彎你踩擦車的時候呢 它就會自動的降漲 這些東西是比過去 又再更聰明更靈活 所以說是相對的 在一般的道路上面 也是山區道路上面 你就變得可以更輕鬆的把車開好 嗯 這樣就好 嚴格說 其實這次對外有溝通說 它的強度比以前更好 然後它自己在前後支架的地方 也有做一個加強 所以就是 如果你不是要追求到那一種 過度Hardcore的話 你可能也不太需要改裝了啦 因為基本上原廠給的也差不多了 對 但是其實 是不是變得很重險 但是其實現在的Gia 它都有一個特色 你看到它改什麼 你照著它改 更升級的材質 譬如說你的拉桿 你把它換更強的 你的B站器 包括你的輪胎 這些東西 把它換成更性能進階版的 基本上 你按照它的方向走 你的車子不會被改到爛 這個東西也變成是說 它設定它的Gia的車主 可能多數都會改裝 嗯 那所以說它會變 留下了改裝的地方 讓車主自行去改裝 開起來的感覺 跟車子的互動很好 哦 是一個好上手的車子啊 開起來有樂趣 就是你開起來會笑 會覺得這樣開起來 車子帶給你的回饋 所以跟你跟你跟人車在互動的時候呢 是一個怎麼講呢 你可以享受駕駛樂趣的車 哦 Gia都是走這個路線的 因為他們有一個slogan smile behind wheels 就是開車開的會 對 這哥笑 後面你會很開心 在方向 對 就是整個車子在駕馭的時候 會讓你笑出來 可見你一桶剛好笑 沒有 這個舉例啦 就是 有很多人喜歡買球鞋 好 馬拉雲上 你穿得起來很舒服的球鞋 你去打籃球 做一些運動的時候 這個運動鞋帶給你很舒適的感覺 就是這樣 哦 車子也是如此 球鞋也是如此 你如果用數據來看他們的產品的話 他不一定是最快 基本上 Gia的設定就是這樣 他希望每一個人下去開的秒數都差不多 他不會希望你可能要自己有很高的駕駛技巧 你會把它開得很快 他希望每個人下去開他的產品的話 原廠設定值都可以開到很接近的數字 而不是說誰開就能夠開到 把它開到非常的極限 這不是他的一個訴求 嗯 對 這是我們目前看到的 有沒有什麼要補充 因為目前我才第一眼看到他 看到時間沒有你們那麼長 那你們覺得現在這個型好看嗎 可以嗎 好看 比舊的 舊的也很好看啊 這個是因為舊的品材 我們不用討論了 他也有很多改裝件 新款的有更多改裝件 各個日本品牌都有出86的空力套件 所以這是一個可以隨心所欲改的玩具 這因為他很豐富的改裝後技市場 所以你可以改出一台你自己樣子的86 對 這個就是86的特殊的地方 你也可以都不要改 但是你也可以 因為日本離我們很近嘛 網路很方便 看什麼樣子 定什麼樣子 定定就來了 所以原廠也在考慮進一些 原廠的空力套件 在考慮當中 那原廠的好處是原廠的空力套件 進來由原廠保護 原廠施工 就是GR Parts的部分 GR Parts 在考慮當中 OK 了解了解了 來看一下車色好了 整個產品的特色 7個顏色 如果正常以GR的概念來看的話 紅色黑色我覺得都很好 白是因為台灣本來中古車架好 但是童哥訂了藍色 藍色因為這是有兩個色 他訂極光藍給大家看 這個極光藍因為是新的車色 跟之前的跟BRZ的藍色是不一樣的 這個金石非常香 蘇巴路的顏色 蘇巴路BRZ的顏色 對那這個是新的一個車色 有點像麥阿蜜藍 巨桶哥 Miami Blue 對 有點像麥阿蜜 如果保時捷買麥阿蜜 就要加18萬或17萬這樣的概念 反正 但不那麼一樣啦 不那麼一樣 但是有點像 對然後剩下了灰色銀色 然後基本上就是白紅黑 對啊蠻多顏色可以選擇的 然後內裝質感也不錯 要不然繼續看一看好了 你們剛剛覺得坐起來的坐姿啊 還有那個包覆感好嗎 包覆感我覺得以原廠的標準 這樣是OK的 以原廠的標準 以原廠的標準這樣是好 因為畢竟你要想到 今天下了賽道 但是它畢竟它是原廠 在街道 設定在街道用的車子 你說下賽道的話 舒適用途的椅子 你說下賽道一定會 包覆性會稍微有一點不夠 對 但是你如果說是一般用途的話 這個包覆性 覺得它是舒適系統 我覺得好很多 喔 它那個肌膚會碰到的地方 是不錯的 對 坐進來 哎呦 倒進來的還不錯 可以拍可以拍 然後呢 它的儀表板是彩色的 在賽道模式的時候是一個樣貌 其他模式的時候是另外一種樣貌 然後這裡也有彩色的螢幕 七寸是不是 而且主要它的模式就直接設定在中間 然後特意的把按鍵設計的超級大 那你要按的話 可能會很快速的切換 喔 然後這裡有個Mode對不對 對啊 然後下面那個圖像式就是 下面這個圖像式就是 你的Sport模式 或者說Track模式 群體把它控制系統 你想要甚至把它切掉 你想要甩一個位 你只要按一下就可以了 喔 OK OK 那這是我們看到車內的質感 它這個也是包紅的 裡面是紅黑這樣包 然後裹一個 對 然後後座 欸好 後座賣包啊 不要鬧了 來這裡是不給後座就對了 不要鬧了啦 試一下 不要找自己麻煩了 好像真的有點小 不要找自己麻煩了 那我們家的Mode可以 對啊 你把雙門跑車 你去管他的後座空間幹嘛 當然 偶爾兒子還是要丟過去啊 然後兒子就把他丟後面 你就不要管啊 然後就這樣 我們求人家很務實的 你不知道嗎 我們都很務實的 坐下一台車 坐下一台車 我要看一下後箱空間 來來看一下喔 就該有人收納的啊 一些空間就給你啦 但是有點小是真的 跑車嘛 跑車啊 你要那麼大的行李箱幹嘛呢 真的不好意思啦 他是跑車啦 潘瓶可以放四個輪胎好不好 潘瓶可以放四個輪胎 潘瓶 後座 我已經兒子都沒空間了 你連最後一點座位都不留給他 之後就需要了 出去跑的時候 出去跑 就去賽道啊 去配的時候 帶一些輪胎來啊 對啊 自備啊 欸真的有些人是這樣的 就自己來賽道自備輪胎耶 跑胎啊 然後一般胎平常是會換的 好野人的生活不是我們這種務實的人能夠想像的 直接叫 直接在買一台S 叫人家開把輪胎送過來好不好 哇塞 我可沒那麼好命啊 好像蘭尼克蘭公子喔 原來是直接就是請他們家司機開S送過來 不是TownS啦 上用車直接在一個 TownS喔 我以為S可以S 你說什麼 真話感到 我以為有沒有可以帶機油 輪胎一組的機油 輪胎一組跟機油 一個TownS就搞定了 你看圍桿 欸真的TownS來了好啊對不對 好這次的Demuser Demuser 這次的Demuser 跟排氣圍桿也都跟 之前都有稍微做一些調整 對 車長是稍微長一點點啦 對那主要就是有的時候他們會在空氣力學套件方面做一些細微的修正啦 那主要還是跟外型設計比較有關啦 欸你衣服要把那個頂起來了啦 我們直接頂過BRZ喔 喔你頂過BRZ了 喔 但是BRZ有他剛剛講那什麼支架的強化那些嗎 沒有啊 因為是他有GR懸吊的調整嗎 欸有 其實大概後面啊 也是有BRZ也有 差 我來講一下 其實啊他說的三角架 負車架旁邊那些三角框架支架強化呢 BRZ有他也有 他主要是差別差在 因為BRZ是一款走track賽道風格的車子 所以他防輕感是空心的 他需要多一點側傾抓地又更好 可是86是走比較甩尾刺激這種感覺 他防輕感是實心的 所以會比較靈活直接 對 其實還有差別就是BRZ的前面的仰角是鋁合金 它是鐵 對這個是 但是我覺得鐵 行跡性還是有點差 喔真的喔 對然後輕量化了 你開得出來差異嗎 我真的因為還沒開了 還沒開了 可是我是想 因為他想說我應該開不出差異 然後車頂 前S版引擎蓋都是鋁合金 因為這時候你2.0變2.4 車變重了嘛 可是他又透過這些輕量化 所以大概只重了30公斤左右 而且重點是他馬力又多了30幾匹 所以算是又更穩定了 你是下午場了對不對 我也是下午場了 還沒開到 你立開手牌對不對 對對對 我們都什麼都不知道 只能看蘭尼克剛剛把教練 我開自排啊 把教練扒到門板上 一句話都不敢講 包到一句話都不敢講 你看看 我等一下也把他嚇到一句話 都不敢講 用我的方式 等一下我就要上車嗎 不要啦 睡到心空 等一下 等一下 蘭尼克坐我後座啦 哈哈 你一直說後座不重要 你坐坐看 好重要 來做人的啦 對啊 這個時候就會覺得很重要了 好啦 別人都全身汗 哪有啊 我也是全身汗好不好 一直在擦 畫質是OK的 可是剛剛那個搭配衣服分享以後 真的是 剛才有講過啊 就是一樣的東西啊 不是連接支架啊 這些的 但是開起來感覺我具體不會知道 而且我基本上沒有試駕過BRZ 我只有坐過車主的車 通常我認識的車主都改得很滿 都已經是 很個人化 對 很不BRZ了 所以我覺得會跟我感受過的BRZ 完全是不一樣的世界的東西 所以我等一下就 pure的當一個GR86來感受的 好啊 對 來 Everest